各位,這段消息今天不停地出現 我現在選了觀察者網那邊 跟大家多讀 是英國的媒體暴露的 不是中國人找到的 有一個英國的調查記者 叫做Richard Kabbach 艾伊巴爾 準備9月1日出版一本新書 我很有興趣看看這本新書說什麼 他說在2020年 英國首相說 將會有限度找華為參加5G建設 同年7月他決定禁止 為什麼呢? 相隔6個月 原來中間有人搞鬼 那是誰呢? 當然是美國 這本講述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 所組成的五眼聯盟 內幕的新書透露了 原來特朗普政府一直對於國安威脅為理由 對英國步步緊迫 根據英方人士坦然 這件事的根源是政治原因 不應該被粉飾為技術原因 8月20日 英國《太陽事報》提前發表了這個內容 看看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的書 他9月1日出版 離開現在有一個多星期 到時我希望記得 可以找到他的書 書中說出 在2019年5月 白宮代表抵達倫敦 向英方施壓 在這個期間 多名英國內閣高級官員 被前美國總統的 副國家安全顧問 Matthew Bortinger 揭絲底里 刨敲了五個小時 又不聽英方的分析 瞞不講理 只是一不願地 一再地令人伸艷 詳細內容 大家不知道 到時我找到一本書 看看這一段 相信也挺有趣 大家都應該可以相信 內容是正確的 因為美國的行為就是這樣